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之前咱们聊过上世纪初中国去汉字化的风潮 后来就有小伙伴就说 说中国没去成功 但是另外几个用汉字的国家 日本 朝鲜 韩国还有点汉字 为什么越南一点汉字都没了 说你看现在的越南字都是拉丁字母 越南去汉字化也是跟中国一样的原因吗 他们在古代用什么文字的呢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越南的文字 首先咱得说明 中国 日本 朝鲜 越南 当然朝鲜后来分两半 咱就不特意说了 这仨国家其实还要加上琉球 只不过琉球今天已经没了 这几个国家一般叫汉文化圈 或者叫汉字文化圈 中立一点可以叫儒家文化圈 历史上都深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 都曾经或者至今仍然使用汉字和文言文 作为官方书面语 其中朝鲜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小弟 越南一开始是中国领土 后来自己独立出去 但是也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 至于日本虽然不是中国小弟 但是自古以来仰慕如风 直到元朝入主中原 日本认为中原文明已经灭亡了 他们日本才是汉文化的正统接班人 说到底也是深受汉文化影响 这些国家学习汉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对汉字的引入 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 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最早没有文字 但是他们的上层贵族都会说汉语 写汉字 政令文学作品都直接用文言文 比如说日本最早的史书 日本书记就用文言文写的 让今天的中国人看 直接就能看懂 但是日本人看不懂 还有好多韩国越南的名胜古迹 写的都是汉字 当地人看不懂 过去旅游的中国大爷大妈全都认识 个个都成了文化人 那么这些国家的底层老百姓 他们只会说本民族的语言 日语朝鲜语 但是这些语言没有文字 咋办呢 没关系 底层老百姓种地认什么字 中国老百姓说汉语也不认字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个国家都有了 给本民族语言创造文字的需求 朝鲜创造出了训民正音 就是艳文 日本创造出了假名 越南创造出了男字 这三种文字 对汉字的依赖程度 依次缔解 朝鲜的艳文没用汉字元素 是一些圈圈杠杠 日本的假名 是借用了汉字的偏旁和草书 而越南的男字 干脆就是汉字组成的 正因为朝鲜的这个艳文 跟汉文化脱离的太远 所以朝鲜贵族和文人非常抵制 认为抛弃汉字 就等于抛弃华夏文明 跟遗迪没有任何区别 导致艳文一直没有大规模流行 直到20世纪 民族主义风潮席卷全球 朝鲜跟韩国才开始排斥汉字 全面使用艳文 话说回来 越南这个男字啊 咱们不是说用汉字组成的吗 具体怎么组的呢 它每一个字都是用两个汉字组成 一半表音 一半表意 可以说呢是一声字 比如说字这个字啊 左边一个宁 右边一个字 字呢就是表意 那左边这个宁呢 其实圆形啊是柱啊 四声 写出来不好看 就写成个宁 表音 那这个越南字的念法呢 是处啊 再比如那些常见的字啊 表示过年的这个年 左边呢是南边的南表音 右边呢是过年的年 表意啊 念作南 那数字呢也是同理 那一在越南语里呢念 末啊 就是南字怎么写呢 就是沉默的末 取右半边来表音啊 不过因为是一 所以把表意的部分呢 这个省略掉了 写出来呢就是个末 那在右半边 二越南语呢念作嗨 南字左边是台 右边是二 三越南语念八啊 南字左边是个八 右边是汉字的三 那就不多举例子了 总之一篇用南字 写出来的越南语文章 会给你一种每个字 看着都眼熟 但是就一个字都不认识 全篇都是生僻字 这么一个感觉 南字在十世纪左右开始出现 一直在造新字 随着南字不断完善发展 它从一开始只记录地名人名 到后来呢成为一种正式的文字 甚至呢 有几个越南王朝 同时用南字和汉字 作为官方文字 发布双语政令 历史上呢 也有不少用南字写出来的文学作品 对于越南本土文化的创造和传承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南字也有不少缺点 首先呢 越南一直没有出一个 类似于官方字典这样的东西 于是呢 会有一个字 好几种通行的写法 类似于汉语文言文的通假字 这就导致了南字的用字比较混乱 南字的写法呢 一直没能固定 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汉字的读音跟越南语啊 没法严格一一对应 所以南字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的一生字 第三个缺点也就是最严重的缺点 南字学起来太困难了 那你想啊 要学一个南字 你得同时学习它表意的汉字 和表音的汉字 这两部分 等于说你学一个南字 要学两个汉字 这说明南字比汉字还要难学 学汉字就够难的了 你还让老百姓学更难的南字 这正是南上加南 而且呢 本来越南的上流贵族政府高官 都会汉语 会写汉字 这当中绝大多数人 对于推广南字没什么兴趣 所以呢 就导致了一个情况 历史上除了越南跟中国关系 特别紧张的两个时代之外 绝大多数时候 越南官方都没有主动推广南字 所以底层老百姓能掌握南字的 非常之少 真正会认会写南字的 主要是一些读书人 所以说啊 虽然越南有了南字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汉字化 那么越南怎么开始真正去汉字化呢 这汉字还真不是越南人主动要去的 19世纪中后期 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围攻之下 毫无招架之力 汉文化圈传统的朝共体系 土崩瓦解 而越南呢 被法国给盯上了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进攻 越南软朝政府 在1883年被迫跟法国殖民者签订顺化条约 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 清政府呢 不甘心彻底失去越南这个小地 中法战争爆发 战争结果不用说 当然是清政府败了 1885年 两国签订合约 清朝承认法国的越南的宗主权 从此以后 越南不再是法国的藩属 彻底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就是消除中国对越南的影响 其重中之重 就是消灭汉语汉字 以及用汉字创造出来的男字 对于汉语 法国殖民者坚决打压 本来越南的传统教育呢 都是以汉语汉字为核心 现在这套体系被完全废除了 越南人呢 想要学习汉语 研究儒家典籍 格外的困难 而对于用汉字男字来拼写越南语这件事 法国人采取的策略 就是把越南语罗马化 也就是用拉丁字母拼写越南语 早在17世纪中期 有个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 就曾经用拉丁字母 搞过一套越南语拼音 类似于咱们汉语的这个Vitma拼音 法国吞下越南以后 就以这套拼音为文字基础 以越南首都河内的方言为语音基础 整理成一套越南文字系统 称为国语字 也就是今天咱们看到的越南文 法国殖民者号称 这是法国送给越南的礼物 是文明化的象征 强行推广 等到这个1945年越南独立 法国的越南的殖民统治 已经有60多年了 绵延上千年的汉学汉字 南字的传统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 从上层官员到黎民百姓 都已经习惯了更简单 更容易学习的拉丁字母 越南语就基本上做到了 去汉字化 但是独立之后的越南 仍然有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 会汉语 熟悉汉字 不说别人 越南独立的国父胡志明 就具有很好的汉学素养 汉语说的辈儿六 来中国的时候 他还都是拿汉语直接跟中国领导人交谈 急着要援助 你还带个翻译 而且他还会写汉诗 当然那汉诗写的 你比如他给董碧武回赠一首汉诗 董公赠我以偿诗 我欲作诗奉何之 可是抗美救国事 完全占领我心思 这基本上就跟天地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就一个水平 就是张大游的水平 但是好歹他也是汉诗 他也是汉字写成了诗 你可以勉强称之为诗 实际上就顺口溜 所以这个时候 他完全可以复兴汉字 让越南人民重新学习南字或者汉字 但他没有 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不难猜到 咱刚说了 这个时候越南语 基本上做到了去汉字化 汉字的群众基础几乎不存在 只剩下一些知识分子 还会汉字 一个新生国家不抓紧时间巩固政权 搞生产建设 还要花费精力去推行一套新文字 有点不太现实 再者说呢 越南自古以来就深受中国影响 所以以前呢 就试过去中国化 一直没成功 这时候好不容易独立自主 中国也一穷二白 我也一穷二白 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没必要再当你的小弟 加上二战之后 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越南特别想摆脱中国的影响 胡志明就说过 宁吃百年法国史 不长千年中国更 所以恢复汉字不可能 当然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越南语的拉丁化 不仅降低了越南语的学习难度 而且呢 拉丁字母能跟西方国家接轨 对于以后的发展来说 明显是力大于弊 当然了 还有技术问题 就是越南语啊 比较适合用拉丁字母拼 这是汉语比不了的 所以种种考虑之下 越南就这样一直用拉丁字母 作为越南语的书面文字 它的去汉字化就彻底完成了 但是这样呢 难免出现一个问题 首先就文化断层 比如咱们开头说的 越南很多名胜古迹 题词啊 牌匾啊 都是汉字 越南人自己不认识 反倒是中国人都认识 越南那些古代书籍 也都是汉语文言文 在越南呢 只有专门学习汉语 研究汉学的专家学者才能看懂 但是你要拿到中国来 初中生都能看懂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近些年越南也出现了 复兴汉字的潮流 有些呢 官员学者呼吁在学校 开设一些汉语 汉字的课程 但是越南语呢 去汉字化已经一百多年了 复兴汉字啊 真不是喊喊口号就能成功的 这个目标啊 恐怕很难达成 好了 关于这个越南的去汉字化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寻语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记慢聊 也欢迎在YouTube上 加入我频道的会员 谢谢大家